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就不讲是哪一科啦 因为我讲哪一科大家就知道是谁 然后就反正就默默的医院就cross掉了 那所以如果今天呢还是 应该是说我觉得 我好像喜欢的医生的作者 或者是喜欢的书籍 包括比如说我之前有提到说 我很喜欢那个被医师耽误的作家 就是脑科学时间说的那个医生和华丹志愿 他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我很想要 就是应该是说 等于说他的生活方式值得我参考 然后我正在内化成适合自己的方式嘛 那我在Joe Dispenza的 Joe Dispenza的这个作者 我看到的是他虽然是医师 可是他不会像有的医师呢 就是可能会觉得说 我今天我只要开业 然后我是医师耶 客人就会这样上门 因为事实上其实很多医师 当然我不知道我那个朋友的朋友 就是医师朋友医院收起来 是不是有这样的专家迷思啊 就是我觉得很多那种 就是在学校很优秀的人士啊 然后特别是医生圈的朋友 就是他们其实出社会以后 然后不管他们家庭的背景 Background 他们其实会有 还是停留在白色剧团里面的 专家权威迷思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他们还是会 就是有点类似说 其实出了学校出 在社会上啊 在有点类似说江湖上 那个玩法就是freestyle的打法 就是你怎么打都可以 可是我有感受到 就是其实不是只有医师啊 就是一些医师律师会计师 他们其实他们会比较适应在 就是说有规则的状态下打法 他们其实会打得很好 所以就是说很多可能医师 我个人是觉得说 他们比较适合留在大型机构 他们并不适合像比如说这个 Joe Dispenza 就是他除了医生以外 或者是我刚刚讲的脑科学时间 说我很喜欢的那个作家 他们不是 他们是医生没错 他们也有在从事医生工作没错 可是他们不是只做医生工作 就是他们可能 算是跨领域 或者是斜杠可以这么说吧 那 那就是说在开启金人天赋的这本书呢 我想要讲一下就是 其实这本书它虽然出了很久 多久呢我看一下 就是 我看一下我就是说 他其实就是是2019年的4月26 但是他的我觉得 这个作者的系列最早应该是很早 不好意思 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我虽然是去年买了书嘛 那可是呢 其实我真的开始实作 也是这 今年开始 那我想讲一下就是说 他其实这一本书我觉得 最值得实作的部分是 九种冥想法 他教你怎么用科学的方式冥想 那我觉得说 结合医师的专业啊 然后他有结合心理学 脑神经学跟遗传学 跟两质物理学 那我觉得说遗传业程度上的 如果你今天 你比较不相信身心灵类 那我建议你除了可以看 那个Joe Dispenza的 开启你的惊人天赋 你也可以看另外一本 心灵能量 就是他一样也是博士写的书 那他两种是不一样的风格 那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你今天需要 就是专业的认证的话 那你可以看 就是这两本 就是心灵能量 跟开启你的惊人天赋 但我只是要讲 我实作后在这一本书呢 的第 这本书的第259页 就是他讲的 沙滩步行灵想法 那我必须要说就是 我其实最近真的 满多 今年啊 今年应该是我 好几年之前就是 比较多时间在海边的时候 那我想讲一下 我的确真的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去 有点 就是我大概是可以去理解到 因为他其实 那时候我会想要用 这种沙滩步行灵想法 是因为 各位知道嘛 就是一直到 其实大家不知道 但我想要讲的是说 我其实 我自己是真的觉得说 我们都被自己 很多人其实都被过去 如同这本书里面所提到 被过去的自己 就是 其实多数人是跳脱不出 这我自己的解读啦 7到14岁的 人生的循环 那如果你没有觉察到 自我觉察到 这样的重复的人生模式 很多人 其实可能在 75 35 76 42 42岁之后 你可以看 为什么有些人 越来越真真日上 就是他有这样蜕变一样 破解得出 但是有些人 就是 急剧下滑 就是各位可以去观察 这其实还蛮有趣的 那我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 我看到 其实我今年年初 因为我去年买的嘛 那我今年年初呢 我就看了这本书之后 其实 我有自我觉察到 哦我必须要讲 虽然我常常 Meta常常讲实作对不对 但我真的还在学 我很多都还在学 我不是说 都做得很好这样子 我不懂的 我就会承认我不懂 那比如说 我像我现在的状态 就是各位知道 其实我之前常常都会开玩笑 说 我就是以前 小妈妈啦 就是太把 不是属于自己的责任 卡在自己身上 那导致于我10到20岁的时候 因为 主动想要尝照 娃娃 然后导致于 某一个部分来讲 我是没有童年的人 那所以后来呢 我现在就会对于 我的自我界限 然后以及就是说 如果今天有人要我背 就是比如说 我就遇到甩锅 或者是 如果今天是一起 共同扛责任 那我是很乐意的 可是如果今天呢 对方让我觉得说 是甩锅 或者是要我扛 我不应该有责任的时候 我发现我会炸毛 就是 等于说就有点 类似过有不及的状态 那可是事情 其实是很多事情 其实是你遇到的时候 你才会自我觉察嘛 所以 所以呢 反正就是说 我后来我就觉得说 OK 就是 我其实我讲了那么多 我只是要讲说 开启你的惊人天赋 我个人 我还蛮推荐 他的九种冥想法 包含比如说 疗愈自己的各个能量中心 那我想要分享 特别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 沙滩步行冥想法 他有点类似像 一行蚕湿的 就是走路也是在 坐蚕的那个概念 好 就提供给各位 就是尝试看 我觉得在 沙滩上步行 不管你有没有冥想 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体验 好 我是Meta 那我们呢 就明天见咯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喜欢阅读与实作分享的Meta 欢迎大家呢 在影片下方多跟我留言互动 以及订阅小铃铛哦